NEO 聊世紀 天天龍古星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緬甸人對上瑪莉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 9點鐘方向的藍色玩家HERA 選擇的文明是緬甸人 緬甸人的特色是他的伐木技術是免費的 而且步兵會隨著時代增加一攻的傷害 騎兵部分比較特別的部分是 有銀罐、曼女普爾騎兵 可以增加對攻兵的傷害值 他的大象是有相較科技的關係 所以他的防禦力是毛相夫裡面最坦的毛相夫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2點鐘方向的瑪莉人 天才少年 那瑪莉人的特色是他的蛙筋 不管是採的時間更久或攜帶支援 還有這個蛙的速度都會有些增加的優勢 所以他很適合打黃金兵種 那瑪莉人前期可以考慮打封建工兵 轉城堡時代奴兵 到了地龍時代可以直接轉馬 點上金冠 這個飄漢精神 可以讓自己的騎兵 攻擊傷害加5點 讓他的肉馬跟駱駝 變成14點傷害值 那他的步兵部分呢 劍兵勇士是可以增加 隨著時代增加一點遠防 所以這場比賽蠻特別的 緬甸人是隨著時代步兵會加攻擊力 那瑪莉人是隨著時代會增加一點遠防 所以兩邊都是有一個步兵強化效果 而且也有這個經濟加成的一個能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方面目前看起來這塊金實在是有夠尷尬 左邊這塊金還行 這塊金就有點難受了 這個可能要往左邊開TC或是往這邊開一點 不管怎麼說這塊金都是有點難打的 但還好並不是往靠前的位置 有點是靠左後方的位置 所以如果前期這邊可以守住 這邊插個寶應該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問題就是這塊主金啦 這個主金怎麼守 這個超級難鐵 可能還是要插塔才比較好防守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Hera這邊的地圖 Hera這邊的地圖呢 是黃金在這塊區域 是這邊有高地喔 所以這邊可能也會被對方高打低壓制 而且這個地方非常不好圍喔 那上面這個地方還好有塊附金 附金在這裡 那有一塊的話是在正前方就很難受了 但這兩塊金也是不好守 所以這塊主金呢 會成我Hera這把的關鍵點 我覺得這張地圖看起來Hera的地圖比少年還要更難受一些 少年這邊要維持的話也比較輕鬆一點 Hera要維持的話要非常耗費大量的經濟成本 好Hera這邊點下了 封建時代了 OK現在是單伐木 八人伐木 因為這邊的木區實在是太爛了 所以只能單伐木 正面的話要下伐木場很容易被燒了 所以單伐木伐木就應該沒什麼問題了 那緬甸人這邊可以考慮打棒棒開局也很適合 因為這個隨著時代升級也會有這個異攻的傷害 但是現在這個時間點才下均勻了 那應該就是肉馬開局會比較多一點喔 那瑪莉這邊的話應該也是會先走肉馬開 待會晚一點挖金礦再轉工兵 一個正常的肉馬配工兵的前期開局 好Hera這邊不用點一級伐木非常舒服 待會可以考慮直接去點一級農田 省下來這個100肉 肉馬就可以多按幾隻喔 所以緬甸人其實是很適合這個肉馬開局的 好這裏肉馬趕快按 那少年這邊是按到了兩隻肉馬 點下來一農一木 好家裡再繼續圍一下 好這邊這邊稍微小打小鬧 好給壓力 好瑪莉人現在三隻 在Hera家 Hera這邊防守 差點射倒一隻 好第四隻馬過來了 來過來會合 瑪莉人現在還在補馬 所以Hera已經快要圍好正面了耶 哇他這個超級大圍啊 那就是守這個區域了 好至少這裡圍好 待會少人要騷擾 就真的只能騷擾這塊黃金了啊 這塊區域真的是他的最麻煩地方 最麻煩的地方 好只要軍事夠強把對手逼回家裡 這確實也是個好辦法喔 好遊戲時間來到了13分鐘 現在兩邊處於一個準備升級 但是又不能直接升的一個情況 這邊如果直接升級的話 兵力一定會太少 對方只要直接一個ALL IN 把你的兵全部打倒 或是直接拖斷你太多村民 你可能就一波倒了 所以這邊槍兵還要再補幾隻之外 洛馬可能還要考慮右邊已經為死 這裡要先把自己關起來 OK把自己關起來 這個不關起來 你怎麼敲破門的 後面的槍兵趕快來 完蛋了這隻村民在發呆 完蛋超破頭 -1 HERA這一波賺到了一村 但是洛馬只剩下三隻 可能會直接被印上 OK果然印上了 好這裡在圍毫變成競技場 但是有洞 少年 哎呦這個洞 硬抓村民有機會嗎 洛馬再輸出 這一村要不要拿下 漂亮了HERA 就算是關本獸也是拿到了一村 好 那損失了所有的洛馬 但是 好消息是換到了兩隻村民 那瑪莉這邊呢 還有擁有洛馬的優勢 所以現在洛馬再繼續往前 工兵也開始往前吧 好三射箭蟬轉工兵 緬甸人走工兵路線很OK 因為他是有免費的伐木技術 所以木頭的獲取量 不會有忘記點二級伐木 或一級伐木的問題 OK 是現在緬甸人 哎呦這裡硬抓 瑪莉人多賺了一村 好變成雙伐木了 現在HERA準備要來生上城堡時代 瑪莉人已經點下城堡了 工兵準備想要出門 沒有打算繼續追 邪洛馬應該很難再打到東西了 但是還是可以抓落單 這種落單就是可以抓 欸 瑪莉這邊可能是想去補房子 去上面把那個木牆補一些房子守住 結果被阻止去蓋房子的樣子了 好 工兵依舊在家裡 不敢出門 回一下 哇 這隻村民被拿下了 但是兩隻洛馬倒下 最後變成2比2 這樣誰都不虧了 好 瑪莉人的工兵已經到了前線 二級射奴兵 但是HERA的工兵數量有點多 這波可能會直接往前射 因為這邊是對方先升級 HERA一定要先把工兵射光 自己就不會陷入烈士狀態 HERA這波打得很好 直接射穿瑪莉人的工兵 結果升到奴兵之後 全部的奴兵全部倒地 HERA這一波工兵射穿了 少年 少年這邊工兵要重新去了 好 現在換自己有工兵的數量 二級射奴兵 沒想到這個不出門 反而讓HERA獲得了巨大優勢 好 那現在工兵數量完全壓制對手 HERA可以過一段 蜜月期 啊 工兵蜜月期 非常的舒服 想怎麼壓制 就怎麼壓制 甚至移上去 3TC 開下也沒問題 好 這邊兩邊互相射射 你射我我射你 HERA並沒有打算要走起兵路線 那緬甸人的戰毛兵呢 是沒有二級防 跟三級防都沒有 所以反制工兵的話 不是用工兵反制 就是用騎士反制了 好 點掉了一隻工兵 投石車過來 能夠打到嗎 HERA投石車 唉唷這裡點了一村 投車過來 掌個一發 沒有打到 選擇拉走 這一波打起來 對於HERA來說不太有利 因為這個投車的壓力會很大 還是先撤退呢 好 這邊再看一下 OK 瑪麗人一直想要抽點 但是壓力有點大 這邊高打低 雖然瑪麗人有優勢 但是HERA這個分兵 工兵分隊 很細節 投車拍下面這裡 開到了 四隻工兵倒地 好 瑪麗人下方 跟上方的工兵 在抉擇 要往哪裡打 好 但是由於HERA有彈道血的關係 剛剛對射很有優勢 但是遇到投石車 就沒辦法了 那現在的狀況就是 3TC 先農上去 好 下地線不如工程器製造所 防守一下 好 工兵現在正面20隻 少年沒有轉馬 所以繼續走工兵路線 好 兩邊 有看到 頭車拍個一下 沒拍到 再拍一下 這一波 頭車 往前走 再往前會被點掉 哇 果然被點掉一台 但是自己的工兵省事很多 少年讓工兵原地射擊 有彈道血的關係 又拍到了一下 倒地了大量工兵 HERA這一波 輸光了 這些工兵應該是躺不住了 搞定 哇 HERA這一波 反而是自己的兵全送光了 雖然高地優勢很好 但是 馬力人 頭車 還是拍得不錯的 好 後來HERA有頭車了 你過來 我就拍你 那好消息是 兩台投石車都解決掉 現在頭車問題不大 好少年這一個 頭車 高打地優 要特別注意 對方有高地優勢 結果直接手點點掉了頭石車 哇少年的工兵也是很秀 這就是世界最頂級的工兵對決啊 好秀好秀 各種走動 好拍一下 同情 打了個插邊球 又要點下彩毛兵 点下帝王時代 好 貓車繼續炸 三台投石車 上開來 沒有預判成功 直接拍 利陣躲掉 另外一次再重新補下 頭車再往前砸一發 又躲 頭子車砸個一下 後面打了擦邊球 頭子車血量直接點掉 左邊一台 殘血再互換一下 這裡 換掉 NICE 燒點這邊頭車 沒有預判成功 直接用工兵點頭車 頭車直接砸了一發 打倒了四隻工兵 戰毛兵 再往前繼續點 帶出頭車直接被HERA的頭車給換了 最後這個頭車大戰 是由HERA打到了一些優勢喔 成功守住了兩個射箭廠 現在HERA就會很舒服 那帝王時代要轉馬了嗎 HERA帝王時代補得很快 農田都灑得很早 這裡開始補農田 開始要來打馬 農田補到42 45 上面再補了一根城堡 放手住上面這塊區域 正面上方的位置就不用擔心了 正面這個黃金 再一會再想辦法給救回來了 這裡高打滴 投石車還在點 直接點掉頭車吧 結果沒躲 又吃到了一發頭車傷害 好 這座頭車沒有拍到 戰毛兵 馬力人點下了瓶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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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瓶種還有15秒 這邊啟事已經要登場了 但是少年這波是會城堡打帝王喔 這邊沒有打算要升帝王時代嗎 這裡不升帝王會越打越烈士呢 好 還在補馬就有科技 馬力人沒有帝王時代 他的騎兵是沒有靈魂的喔 還是存一下資源 其實資源量是可以升帝王的 這裡城堡直接攔截了一隻騎士 好 抓掉兩隻村民 裝兵的部分 洛馬來囉 Hera這邊大洛馬升級很快 直接手撕 大洛馬傷害17點 好 後方洛馬繼續追 轉出一些標槍騎兵 好 點了一攻 好 現在馬力人果然還是要點帝王時代 不不點帝王時代的話 真的是完全沒機會喔 大洛馬都登場了 好 緬甸人還轉出了槍兵的升級 待會就可以防 馬力人的 弱馬爆了喔 那緬甸人的槍兵 到地用時代是有6加7的傷害啊 13點的輸出 那馬力人的弱馬 點下飄悍精神是14點 而且緬甸人這個槍兵呢 不需要再點額外的科技 正常就會直接給你3攻的傷害值喔 非常的可怕 那馬力人還需要點下金罐才行 所以槍兵這邊出了 絕對不虧喔 好 弱馬頭一擋一下 這裡有一波小小的騷擾 馬力人被逗抓了一村 好 這一波 戰毛兵走過來 弱馬對撞 僧侶騷擾 駱駝防守 馬力人防守 這邊還是做得不錯 現在暫時沒有太大的問題 哎呦這個時候被撿走 還解成功 下面這坨 弱馬 被駱駝給驅趕走 好 駱駝還有1分半左右的時間 HERA已經點下了工程課程師 跟二級攻 那通常馬力只要轉出駱駝 槍兵 配上飛鏢喜兵 就很難打喔 那如果真的想要再 克制對方的工兵路線 或是火槍兵之類的 那緬甸人這邊也可以轉出 更多肉馬 配上銀罐 曼尼普爾騎兵 都是不錯的戰術喔 要再更極端一點的話 還可以點出橡轎 這個大撒臂打法 對上馬力的槍兵 沒有這個大槍兵 所以橡轎呢 受力也有可能會出現喔 但是現在這個情況來說 只要出肉馬配槍兵 甚至待會再講個飛鏢騎兵 可能就綽綽有餘了喔 這一把對決來說 緬甸人可以比較有更多優勢 去壓制馬力人喔 那主要是兵種上的優劣勢的關係 那如果馬力人要打贏的話 可能要多用用這個肉馬 去拖抓對方的村民 或是打出自己的傷害優勢來喔 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自己的話 還是得轉火槍兵喔 那一旦轉了火槍 那曼尼普的騎兵 就一定會點炸 OK 點完了 那待會火槍兵 又會被打得很慘喔 所以這邊 帝王時代的對決一定就是火槍 配駱駝 然後 黑羅斯 槍兵配肉馬 配標騎兵 得一個對決了 還有曼尼普的騎兵 那馬力人這邊其實也可以考慮轉 飛刀女獵手 但是以轉型來說 火槍兵還是更勝一籌 速度比較快喔 好 緬甸人有火炮 那馬力人其實他也是有的喔 但是緬甸人他的優點呢 是有工程不能撕 所以拆建築更快 射程更遠喔 而且緬甸人的生旅科技是半價的 帝王時代也可以考慮轉一下生命科技 好 這波突然開打 槍兵配上肉馬 火槍兵在後面輸出 直接射穿了大量槍兵 這波馬力人打出了優勢 但是馬力這邊 不太知道該怎麼進行工程 我覺得還是要轉個火炮出來 會比較行一點喔 那現在馬力最大問題是 有黃金上的壓力 有些人可以透過大量槍兵跟肉馬 去跟馬力人交換優勢 黃金資源的問題 所以打垃圾兵來看喔 HERA是更多優勢的 那以馬力人來看的話 黃金挖關喔 可能就要死去了 但還好喔 馬力有這個生成金礦的效果 黃金可以再挖得更久一些 所以暫時不會有這個問題 但時間拖越久 越對馬力人不利喔 好 HERA這邊很省黃金 居然還點下了重型奴炮 當作後排主力嗎 好 緬甸人奴炮 看一下 新版的帝王時代的奴炮 會不會 能 在未來的比賽裡面 常常出現喔 好看到奴炮了 你看到奴炮 要轉火炮嗎 好看到奴炮 直接轉火炮了 開始按了 OK 那這個就是正常的對應方法 看到什麼我就轉手 好現在外面的眼睛繼續控住 瑪麗兩火箱還在前面 好 射一下 喔 但是奴炮現在有點煩 以正地戰來說 奴炮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HERA現在選擇的奴炮 我覺得很好 好 這裡火炮先拆掉外圍的建築物吧 好 好馬力人這邊人口已經滿了 三級的弓箭鎧甲也點了 兩軍都在帝王時代對職當中 你看我我看你 兩邊都不敢輕舉妄動 好騎士 擋了一下 看到奴炮往後拉 不能打 這裡還不能打 再拖一下再拖一下 這邊應該要等對方失誤 然後用自己的火炮去Poke對方的奴炮 OK利用時代的奴炮 就是這個問題 遇到火炮很難打 後來要用火炮反擊火炮回去 這個預判成功了嗎 沒有 殘血活了下來 好反而是HERA的奴炮 火炮只剩下一點點血 駱鎖直接往後衝 不管了 但是後面有槍兵 駱鎖砍了一刀兩刀直接收掉 這一波上去之後駱鎖開打 但是槍兵實在太高 火槍兵在後面的輸出有點太慢來 瑪麗人轉出的肉碼先擋住前面 不能再出駱鎖 再出駱鎖就越越傷 但是這一波已經用駱鎖打掉了非常多的肉碼 最後的槍兵也還被後面的火槍兵給解決 HERA的一波全部倒光 但是HERA的存款非常多 要爆出第二波的兵力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瑪麗人這邊則是爆出了更多的火槍兵跟肉碼 這邊的火槍兵數量已經來到了快要20隻 好現在往後拉 要往後拉 火槍兵往後拉 完蛋了少年 這波要小心火炮還在打 火炮這邊重點 是趕快收掉巨型投資機 瑪麗人沒有在控火炮 剛剛在打槍兵 好 換一炮 搞定兩台巨型投資機拿下 後面的城堡也倒了 OK 瑪麗人重新補下城堡 但是後面的臭命來得及補起來嗎 火槍兵在拉打很痛苦 前面的部隊已經沒有太多人可以作戰 這一波HERA使用大量的庫存 把自己的私人全部耗盡 一波押回去了 緬甸人 這一波打得非常好 瑪麗只能往後撤退 存款不夠多 就開打 有點難受 只能打一波 好 這一波 火炮噢 噎了上來 火炮很努力的在反擊 弩炮 但是最後火炮還是倒地了 正面的槍兵配肉馬 這個組成非常漂亮 直接一波帶走 少年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果然後期肉馬配上槍兵 打駱駝文明 相當好用 那瑪麗人 我覺得這一把可能要出飛刀女獵手 比出火槍可能還要更重要一點 因為飛刀女獵手的機動性更好 不管是打落馬 或是打槍兵 都有一定的拉打能力 而且在產生的過程中 這個火槍的防禦力 還要去提升 也是蠻麻煩的 那如果點步兵鎧甲的話 待會後期也可以考慮去轉出槍兵出來 或是轉出劍勇出來 那不管怎麼說 不管是轉人的東西 我覺得轉火槍機動性就是太差了 沒有像飛刀女獵手這麼的優秀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有HERA拿下資源上的勝率 贏了1萬4的資源 這場比賽也可以說是HERA 直接用經濟淹死了對手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